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没有聆听这视频的内容之前 让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面前向你献上感恩 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马太福音 主今天我们要来领受你的话语 主你来教导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帮助我们能够专心的聆听 让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生命 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以下的时间领受你的话语 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的来读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个或两个人同去 因为任何指控都要凭两个或三个证人的口述 才能成立 他若是不听他们 就去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把他们看作外邦人和顺利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实在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一的求什么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弟兄姐妹 在上个视频我们就看见 耶稣欠免门徒们 要小心不要绊倒人 另外他也欠免门徒们 要关心那些迷失的羊 把他们带回来 好了 讲完了这些过后 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 耶稣就开始教导门徒们 要如何处理 在教会中弟兄姐妹有过错的事情 在第15到第17节 就提到在教会中 处理犯错的弟兄姐妹 应该采取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私下指出有关的犯错 在第15节就讲到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得罪你这三个字 其实是犯了罪的意思 意思说犯错的意思 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犯错的时候 我们有责任主动的去劝他们 告诉他们有关的错处 如果他们愿意悔改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从错误当中 从罪当中挽回过来了 如果采取了这个第一个步骤 犯错的弟兄姐妹不接受劝告的 接下来呢 我们呢可以怎么做 我们呢可以连同呢 就是一两个见证人来做 见证去劝告他 那这里讲到凭两三个人的口 做见证 其实呢是根据摩西立法中 有关于处理诉讼 案件所需的这个见证人数目 如果采取了第二个步骤后 犯错的弟兄姐妹 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的 接下来就是呢 要把这件事情呢 交给教会来处理 那这里所说的教会呢 是犯错的弟兄姐妹 所参加的这个教会 比如说他参加A教会 A教会的领袖呢 就要出面的来处理这件事情了 在采取第三个步骤过后呢 如果犯错的弟兄姐妹 还是不定劝告 还是坚持的认为自己没有错的话 接下来教会呢 就要采取纪律的行动 就要呢 就是采取处罚的行动了 那教会呢 就要把他们呢 看作好像是外邦人和税吏 外邦人其实呢 是指没有信主教会以外的人 税吏呢 那其实呢是一般犹太人所看不起的 那一些税吏在耶稣的这个时期的时候 他们呢勾结敌人并且偷窃 是被教会呢 赶出的犹太人 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意思是说把他当作 好像教会以外的人来看待 那这种处罚的目的是要激发他的良知 让他呢能够认罪 那在这段时间呢 教会呢仍然呢 要以礼貌的来对待他们 但是呢要表明态度 就是呢不纵容他的罪 直到他肯认罪为止 其实呢教会呢 是不会姑息罪恶的 因为呢罪恶有传染力的 它会呢影响整个教会 然而呢教会呢 执行这个激励的时候呢 是处于对犯错人的这个爱 希望呢犯错的人能够呢真实的悔改 这样呢才能够达到呢 这个处罚的真正的目的 我们呢 这个目的是要挽回他 让他呢回转归向神的 阿们 接下来在第十八节 耶稣就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在第十五到第十七节 我们就看见处理犯错的弟兄姐妹 应该采取的步骤 那如果教会需要呢 采取这个激励的行动 神呢是会认同的 那在地上教会的决定 教会所捆绑的呢 在天上也要捆绑 地上教会所释放的 所挽回的呢 天上也要释放 只要呢教会呢 按照圣经的言则呢 去处理 弟兄姐妹呢都要顺服 因为呢教会按照神的言则呢 所做的决定 在天上呢也是会认同的 神呢已经赐给教会的 钱柄呢来做这个决定了 阿们 接下来在第十九到第二十节 耶稣说 我又实在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一的 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那从这两节经文的上文来看呢 第十九节所说的两三个人 同心合一 求的 相信呢 是求神呢 让教会呢 知道要怎么样的行 怎样的在教会呢 处理过犯的事宜 所做的 所要做的这个决定 天父呢 必定会呢 会告诉教会 要怎么的来做 阿们 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 就有主的同在 耶稣当有人犯错的时候 当有人呢 偏离异弱的时候 教会里面的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呢 同心的来寻求神 要在这件事情上 怎么样的来做决定 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求神呢 帮助他们能够明辨的时候呢 神呢 会在他们中间呢 来带领他们 那如果呢 他们呢 确定呢 是神的吩咐的时候 他们呢 便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呢 去执行神给教会的权柄 他们呢 可以做决定了 阿们 好 现在呢 我们要看看 怎么样应用这段经文 在刚才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当中呢 我们就学习到 要怎样处理过犯的弟兄姐妹的四个步骤 我们呢 要用挽回的原则呢 来挽回弟兄姐妹 那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犯错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私底下 找对方来谈 那如果不行的话呢 我们过后呢 再进行之后的这个程序 那就是呢 我们会找两三个见证人呢 一起的去劝他们 如果再不行的话呢 我们就交给教会的来处理 那在这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希望呢 能够挽回犯错的人 让他们呢 能够悔改 归向神 我们呢 要他们的生命 能够呢 成长 阿们 另外 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不轻看犯罪的事情 那如果对方犯错了 我们呢 要包容他这个人 但是呢 我们不是呢 包容他所犯的罪 那 罪呢 是需要去处理的 如果没有去处理的话 我们呢 其实就是呢 在溺爱对方 对方的生命呢 不会进步 反而呢 会倒退 反而呢 我们呢 害了他们 所以 有过犯的事情 我们呢 要勇敢的去处理 帮助他们 阿们 还有我们看见呢 神设立的教会 他给教会全秉呢 来处理弟兄姐妹的 过犯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教会呢 按照圣经的原则呢 去处理弟兄姐妹 过犯的事情的时候 教会所做的决定呢 我们呢 要顺服和遵守 我们呢 避免呢 去批评论断 因为呢 神已经给教会 全秉来处理 有关的事情了 阿们 最后我们看见呢 当两三个人 同心合一的 为他们要处理的 过犯事情 来祷告的时候 神答应他们 会与他们同在 神呢 会带领他们 那同样的 我相信呢 当我们呢 愿意按照 圣经的原则 为教会的事情祷告 我们愿意按照 圣经的原则呢 为神国度的事情 来祷告的时候 我相信呢 神必与我们同在 神也必带领我们 阿们 好 现在是我们反思的时间 我们要用这段经文来反思 我们要反思 当我们看见 或者是听见 弟兄姐妹 有过犯的时候 犯错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处理 我们应该以什么原则呢 来处理呢 我们也要反思 当我们呢 以弟兄姐妹 为神国度的事情 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我们是否有同心呢 好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 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 学习马太福音 18章15到20节 这是何等的恩典 主啊 感谢你 透过这段经文 教导我们 怎么样的 来处理过犯 主啊 是的主 主啊 我们要遵守你的原则 来处理各样过犯的事情 主啊 我们不凭邪气 而是凭着 你给我们的教导来处理 主啊 你也帮助我们 主啊 能够同心合一的来祷告 主啊 是的主 你说凡两三个人 同心合一的祷告 寻求你的时候 你必与我们同在 主啊 你帮助我们 同心合一的祷告 为神的国度祷告 为教会祷告 我们要按照你的心意来祷告 当我们按照 你心意的祷告的时候 主啊 你必带领我们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我们再次的把我们 完全交托给你 你引领我们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 请你继续思考着 经文如何应用在 你的生命里 然后求圣灵对你说话 祝福促吗 我又不曾经看一遍 祝福促特你 就会灯火 你还没有想到 你的姿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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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